哈喽大家好我是A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薰酒馆 今天呢我会带大家去几个酒庄 今晚有重头戏就是我们的拍卖会 淡淡冲淡的葡萄园真的是百看不厌 这家酒庄叫做Villa Creek 属于完全没有架子 舒服随意型的酒庄 这是庄主他们自己家做的火腿 跟大家说句实话 在Puzzle你只要花一半的价格 就可以喝到和Napa谷一样质量的好酒 现在我跟狗狗一起在喝这个 哥海纳 哥海纳呢是我觉得我来了Puzzle之后 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种 红果味特别足 像什么樱桃啊草莓啊 但是它同时又有很好的酒体 我觉得这个狗狗比我还大120吧 他说不要 葡萄正在处于变色期 你看有一些它是白的 有一些它已经变成紫色了 下面这个都已经变成紫色了 变色期呢它是很重要的 它决定整一个今年的收成的质量 现在就在Law这个酒庄 他们家整一个构造就是非常非常现代化 包括他们的一个酿酒的车间都是很现代化 我觉得今天喝到的最喜欢的是他们一百分之百的 Mouvette 木合怀特 有一点点的微甜有一点点的色 但不是很色 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一款是我最最喜欢的 哈啰 这位酒鬼我已经准备好要去参加拍卖会 今天这身打扮可还行可还行 你看我现在地上都是化妆品 有没有跟我一样化妆都是一团乱的女生 跟我一起走吧 不可酒庄庄主慷慨地借用他们的场地来举办这次慈善活动 从酒窖里的灯光投影到迎宾每个环节都挑不出毛病 来宾可以通过扫酒桶上的二维码了解拍卖的物品和起拍价格 我看很多人已经摩拳擦掌锁定目标 酒会当然葡萄酒管购 不喝葡萄酒的还有啤酒供你选择 可光喝酒怎么行呢 上菜 来点生蚝 我腿哈密瓜 生牛肉脆饼 墨西哥饺子 墨西哥塔克 羊肉手抓饭 这个是呃 来碗螺蛇粉 本场最有趣的一笔拍卖莫过是以八千美金成交的四杯玛德利特和八个塔克饼 塔克饼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但这种想帮助更多人做慈善的心真的是令人敬佩 拍卖会就在一篇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本晚的慈善拍卖会一共为慈善机构筹得一百三十万美元的善款 这笔资金呢可用于为社区的孩子提供学业 食物 帮助经济困难的家庭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 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情 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小事 比如慈善 各位猪鬼 这就是我在巴索罗布斯主乡的Vlog 喜欢看这种Vlog 别忘了给我点赞三连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